海底捞股价暴跌70% 从资本走向看餐饮界未来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热点话题解析 我是Coco 你有多久没有吃海底捞了呢 这个服务好到让人害怕的火锅界啃把子海底捞 它的股东最近的日子可不太好过 从去年股价从30多港币一路涨到了今年年初85港币 创下新高之后 短短半年时间海底捞的股价下跌70% 那按理说去年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海底捞的股价不跌反涨 那为什么在今年疫情有所好转之后 股价出现如此大幅的回调呢 那在去年疫情期间 海底捞它每天是以新增1.49加新电的速度在扩张 短短一年时间新增了530加新电 可以说这个扩张速度是非常快的 所以在去年股价也是涨了接近2.5倍 但是对于企业来说 我们说如果没有办法在这个现有的增量中去寻找 这个客户的话 那么只有在这个现有的一些存量当中去寻找客户 所以说呢更多的门店就意味着更多的资金的投入 那对于海底捞这样的企业来说 如果没有办法找到新的客户 新的客人的话 那么也就意味着现有的门店会被新门店分流 进而导致翻台率的下降 那什么叫翻台率呢 就是指一张桌子一天能服务多少的客人 那像在1718年的时候 海底捞它一天的翻台率是可以达到5次之多 但是呢根据最新的海底捞的财报显示呢 它目前的翻台率在4月份的时候 是下降到了只有3次 而这个3次呢对于海底捞来说 就是生死存亡的这个利润关键点了 那很多人说啊 海底捞这样子的一个餐饮界巨头 目前都遭受到了寒冬 那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呢 是不是意味着就没有办法投资这些餐饮企业了呢 那如果我们纵观全局啊 会发现在资本市场的一些巨头里面 尤其是互联网平台 在今年呢尽管啊 遭受了一位国家啊 对于反垄断法案的影响 股价啊可谓是一蹶不振 但是呢这些平台啊 在今年也是偷偷开始布局 这个餐饮的这个赛道了 那像是腾讯在今年以来呢 也是投资了像是鲁味快餐 和这个中式餐饮面馆等等 可以说啊最中式的这个快餐啊 是仅有独钟 那按理来说呢 腾讯啊他投资赛道上是 减少有像是线下餐饮门店的 这些投资 那为什么他要选择这个中式餐饮呢 那因为我们知道腾讯 它是手握微信这样子的一个王牌产品 而通过互联网加呢 他能够给提供这个中式餐饮 很多的像是标准化和数字化的服务 来帮助这个线下门店 中式餐饮门店来扩张 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目的 而对于腾讯 他自己本身而言啊 和现在新的一些消费品 和消费品牌的结合 更有利于他自己的腾讯小视频和微信的这个流量 达到的一个新的一个增长 那和腾讯偏爱中式餐饮不同的是啊 抖音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呢 最近啊投资的像是一些细分行业 比如说火锅食材超市 青食材和这个柠檬茶等等 这些啊应该都是属于细分行业的产品 那抖音最近呢 又开始内测了外卖服务 叫做新动外卖 由此看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其实字节跳动呢 从今年的投资来说 更偏向于本地的一些这个餐饮服务 所以啊 我们通过对资本的观察会发现 并不是说啊 餐饮业不行了 或者说不值得投资了 而是说整体的赛道变了 我们不再去强调大而全这样子的概念 而是开始讲究细节化的东西 比如说现在比较火的一个概念 叫做餐饮重做 什么叫做餐饮重做呢 就是指啊传统的一些产品 比如说饺子和面条 那我们通过用现在新的数次化时代 带来的新科技新场景和新的从业者 给这些普通产品 在新的消费者心中重新定义 来重新带来新的一个影响 改变消费者心中的一个印象 那要么就是做细分行业 什么叫细分行业呢 比如说啊 咱们中国的美食文化 博大精深 除开传统的这个面食 我们说啊 除开这个陕西面食 还有像是川鱼小面 江浙户的面食等等 那对于门店来说啊 如果产品做到少而精的话 那就进一步可以吸引 它的忠实消费者 同时呢 又可以在运营过程中 极大的降低它的运营成本 所以啊 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呢 如果我们可以按照资本的巨头这些逻辑 去观察市场上面 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新的投资机会 那么我觉得这样子的思路 可以值得我们投资者去参考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